夜市里贩售的可爱鸣犬不但买卖方便而且物美价廉 但是这些廉价宠物的来源 绝大多数都是从恐怖的非法盘織场所流出来的 正常来讲的话 狗狗都一定在要我的水 这个都没有水没有饲料 那狗的身体状况都很糟糕 环境都非常糟糕 你看 它底下全部你看 那个都是大便 走进屋内一股冲天的恶臭立刻扑鼻而来 只见屋内堆满的排泄物 缅乱不堪的环境 加上不时还可见到怀了孕的母狗 二等只剩皮包裹 水盆更是完全干涸见底 就在我们极力抢救狗狗的时候 不料夜酒突然出现了 都没水呢 我都没水了 我都一天一天没水一天没水了 他也没水吧 什么没水吧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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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做太多了 你不能说是啦 你不能说是什么 不是 不是 你不能说是你做什么行李 我都不喜欢这场 你还要告诉你 有什么 其实一般的非法业者 他们是怎么样来繁殖的 这个真的是有暴力 第一 他们给他这些孩子这些狗狗吃的是收水 收水不用成本啊 这只腊肠如果没有被救回来 他会生到什么时候才可以 生到死為止生到死 你幫我們算一下牠要生幾次 牠這長會有兩次 一年生兩次 所以牠最多可以一年生到幾次 三次四 正常的狗是兩次 牠們可能要到四次 牠要生幾年 大概就十幾年 十年 十幾年 所以牠要懷孕四十次左右 一年生四次 然後生個十年四十次 一次大概七隻 一隻賣五千塊 等於牠一隻狗要幫到不法業者 這一輩子要賺差不多快一百萬 那不能生的狗會遭到什麼處理呢 牠們其實業者就是整批丟公立的收容所 我們剛剛講過 因為完全不用繳任何罰款 這是收容所 這是繁殖場 繁殖場 這是算乾淨的繁殖場 跟你們之前去徒刑那一次 事實上我覺得那已經 就是這些動物在裡頭 完全沒有任何生活品質跟福利可言 像看到這樣 對 很多狗狗是 尤其是虎狗 因為牠每生一次 牠的蓋子就會流失 所以最後都生到貪了 就完全站不起來 還讓牠懷孕 對 還繼續懷孕 只要牠能生 這就是蠟昌狗 這也是母狗一直在生對不對 對 可是寶寶一生出來之後 就開始繼續懷孕 再配牠 對 沒錯 這是什麼 就是都是民中犬啊 都是一隻一隻民中犬 蠟昌跟馬爾西斯 全部集中關在一起 全部集中關在一起 這個呢 這就是黃金獵犬 就已經生到 黃金獵犬可以被搞成這個樣子 牠底下還有一個是骨頭 是牠的同伴 已經二十變成白骨 對啊 牠不會把狗屍體處理掉嗎 非法繁殖場是這樣子 當一旦你的狗生病了 牠不會就醫 因為牠要花成本 生病了不就醫 就讓牠活活病死 變成白骨要一陣時間 那那個肉在腐爛的時候放哪裡 狗吃牠的同伴 狗養狗 因為狗餓了 你沒有給牠東西吃 牠最後是狗 狗吃狗 然後為了要生存 所以牠要吃牠的同伴 那些痛苦 得到 牠會的 牠的